这些免费的玩具你要不要 哇 这么多都免费吗 这些钱都免费 但是要完成这个百刀切柠檬挑战 有人最多能切上千刀 如果你能挑战把柠檬切一百刀 这里的玩具可以让你免费选五个 但是你只有三次机会 哇 真的吗 这看起来很简单啊 不要挑战 这么大颗柠檬切一百刀肯定没有问题 我切 啊 怎么才五十五刀啊 我感觉已经很快了 看来这个还真有点难度啊 没关系 还有两次机会 这次直接用两个手指一起来点 我点 啊 76只提高了一点 怎么办啊 只剩一次机会了 宝子们 你们最多接多少刀啊 哦 我想到个好方法 直接单手用三个手指轮流点 试下 哇 直接切了一百二十九刀 这个方法可以 老板 你看我挑战成功了 妈呀 既然切了这么多刀 那来挑选你的奖品吧 嘿嘿 选奖品楼 十二星座忙该不错 来三包 再选两个酸奶盲盒 我先买不回来了 现在可以给你们写过奶盲盒的 直接两盒切开了 一个一个看看啊 这里面有一个盲袋 还有一个图鉴 那我们第一个我想要拿一个 出来吧 紫色的 这是小猫咪吗 还有一个绿色的蝴蝶紧 就是这一款 好像是葡萄 可以打开的吗 真的呀 这好像是小猫咪 不可以打开吗 可以 我说一打开怎么这么香甜 原来是这里面的味道 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 嗯 这还有个脚 会有蝴蝶兽吗 漂亮的 这是一个冰淇淋嘛 好像是樱桃味的 这个里面是什么 好像是一只黄色小猫咪 打开看看 这个香味也一样的 看来看这个十二星座盲袋 能不能开出礼堂卡啊 直接三包一起开 一包一包看看啊 这里面是两个盲袋 第一个是哪个呢 嗯 这是哪一个呀 这边有个小猩猩 这边有个小月亮 好像有一个秤 这个是天秤座 好可爱呀 再看这个 这好像是瓶子呀 哇 粉兔兔的 太漂亮了 这一看就是水瓶座 前面开的两个都是普通款 吓一个 这次又会开出哪两个呢 出来吧 哇 这个是白色的 里面是一个黄色小娃娃 里面好像个翅膀啊 上面的这个好像是个发箍一样 哦 这个是厨女座 再看这个 等等等 哇 这个上面还是金色的 好漂亮啊 哦 这好像是一个剑 这一看就是射手座 最后一代 能不能看到你的款 就看你的了 这个不一样 哇 这好像还是换卡的耶 太可爱了 哦 这个是挺藏狂的 这真是太好了 这个是战性诗耶 最后一个 看看又是什么 桌子 这是个啥呀 你们看这两个脚 这一看就是一个鸡牛座 麻卖都开完了 一共开了在六块 看看这里面 有没有你们的星座